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言第31章第18节 他各吉所经营的有利 他的灯终夜不灭 所以尼哥底墓没有看见 好像今时今日的牧师一样 没有看见关于二人之路 那个活剧当中很重要 关于重生的部分 就是他们第一次守这个月节 第二天就上路 这个就是二人之路 开始走这个抗野的路 然后到五十天之后 他们在西乃山搜这个 有这个律法版 其实当日就是五旬节那一天 这些事件 就一直好像活剧般发生 但第一次的时候 他们所做的 只有第一次有做的 但是之后也是传重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他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十一节 是第一次做的 他说 李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 这个就是以能力束腰 然后他说 脚上穿鞋 手中拿什么 手中拿象 赶紧的吃 这是耶和华的愚悦节 原来呢 在以后他们也不是做这件事 然后以后的 因为是那一晚 他们吃完之后 就要立刻起行 出发 出埃及的 但是以后那些都是传重的 你看到现在也是 现在你会看到 在以色列特列都有手愚节 但是他们不会束腰 他们不会拿着一支帐 去吃他们的愚节羔羊 因为 这是一个传重的故事 是Logos 对不对 所以现在你明白了 原来神是已经一早把二人之路 关于杖 行树这个杖 这个第三条路的杖 是用束腰 和什么 拿着杖 摆在那里 那现在不认为 炎虎篇 第十七和第十八节 是一对的 第十七和第十八节 是说一件事实 让你知道二人之路隐藏的秘密 其实神一早已经摆在什么 摆在会幕里面 而事实上 现在我们在看这一段经文 就是说会众他们经历这个愚节的时候 因为如果说这一支帐 领袖所经历的不同 是会众所经历的 是这一条路 因为会众现在就拿起这个帐 会众现在是束起这个腰 但如果对于摩西来说 一早已经是用这个帐 去做了一堆活剧 因为现在这里说的是第十灾 但是之前一至十灾 都是用阿伦这一支帐 去行这些十灾 而事实上 还有很多个故事 这个我们是后话 但现在给你看到 原来当我们要研究帐 的时候 原来是有回众之帐 和身负之帐 回众之帐 就在这里开始 在当时代是课平民百姓的帐 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说的重生 他拿着那些帐 因为这支帐 在这个时间 当然不是信仰巅峰 因为它是开始 这一支帐 如果能够像阿伦那支 去到智圣所 发而开花 这一支帐才有意义 这一支杏树 现在拿着 但问题 如果这支杏树 就算不能够去到智圣所 但它能够扮演到一个角色 就是金灯台的这个 用杏树的求花杯锁 建造出来的这个金灯台 它能够扮演到这个角色 它都能够在这个二人之路当中 走到侍奉阶段 但现在这一班是会众的仗 这一支是会众的仗 所以神在这里特意去说 原来他当时的活剧 促腰和拿着仗 是一个必有的仪式 但问题很可惜 因为他们当时出了埃及之后 接着的1558年 所有这些仪式的人 都误以为 这个是出埃及的时候 还有他们的行装 所以他们跟着的传统都没有 他们的传统就是吃饼 吃羔羊 但感谢主 就是神去说定 以后世世代代 你们都要将这件事件 在御月节的时候 去说给你的后裔听 所以当时如果他们 有听这些信息的话 其实他们有想想 就是说 神在圣经里面 1.1或都不能废去的话 其实他们知道 这里就是一定有个活剧 可惜这个活剧 一直到尼哥底部的时候 都已经流失 他们完全不知道 其实隐藏了在旧约里面 一早已经说到第三条路 第三条路就是出埃及的路 第三条路是二人之路 第三条路开始的活剧的时候 就是他们吃完二字高阳之后 就开始上路 这个就是我所说的二人之路 这个就是神用整个会幕当中 让我们理解到 原来我们可以一步一步踏进去 这个信仰当中 但是每一个的开始 都要由第三条路 就是这个行数的路 就是这个重生的路 而去做的 而这个重生的路 是说的是开始 不是结束 不是说你现在放屁 不是说你拥有了这个 你放屁 你的信仰当中是可以的 你去上天堂 那些人如果是这样 神用什么提供第三条路 任由你在分别上 就算多用堕落 就行了 用什么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上去钉死 让你从头开始 如果是这样 都上到天堂 那麦当亚哇 根本都不用赶出这些缘 你见不见那些人 多没脑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他们 都不看圣经 原因他们完全不愿意付代价 没错 我们知道马丁路德在500年前 神指定祂要开启 和理解的启示 但现在不是500年前 是现在这个时刻 我们这个时刻 有我们这个时刻 要理解的信息 但问题你想想 去到我们这个时刻 举世有多少教会认识 现在我所讲的 关于重生的活剧 而既然他连圣经里面 讲的重生 他都不知道 他哪有本事自己 另外创把一个重生出来 哪有可能的 你只凭知个字就可以了 你凭知个字 撒旦都知道这些字 我可以听到外邦人 都知道耶和华的名字 但问题是外邦人 他们不信耶和华 也没用 他们不愿意付代价 也没用 因为就算你知道耶和的名字 你愿意付代价 神也未必展示你 神也未必觉得合格 你知不知道 何况你什么都不知道 只知道名字 只知道形式 不知道内涵 所以你会看到 当时来说 在这里 已经给我们知道 原来寓夜节 代表了我们开始重生 就开始得到 我们所说的能力与权柄 所以你会看到 比如在石安 你会看到 我们一信主之后 我们还会教你 关于圣灵的能力 圣灵的权柄 能力与权柄的分别 为什么我们可以 手按病人 病人就比好了 为什么我们可以恩赐运作 为什么我们可以得到 神所给我们的九大恩赐 这个就是在石安里面 我们会说的 能力根基 有很多这些的教导 告诉你 主耶稣的名字 可以给到什么 旧约的名字 可以给到什么 两者会有什么分别 以及两者分别 能够为你带来什么 其实最早在余节当中 我们第一晚 就经历这一件事 就经历这个活期 就是拿着这个帐 和腰 是促了腰 是预备 去翌日 去上路 会开始行这个 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的道路 针研第三十一章 第十八节 大家觉得 所经营的有利 大力灯 中夜不灭 这一块头 天国路程 中心为身 现几定 明定路向 跟主引领 盖着使命 尽力行而心里想福音 朝天国歌全力的 腰花两游将光分神圣 我已跟着脚踪造成意坚定 全城始终行而心中奋弃 不管这路径 崎岖总不停 有句如来路走意见 或许要乱上尽力 要到来着夜景 送欢迎充满个星 不管有暴雨 天分不光明 从事月与星不照应 仍没有乱着我 走天国流程 或许要自行 寿意坚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